柯文哲的策略一直都很明顯 他就是以等待 以這個時間來換取空間 這是他以上的策略 至今還是沒有變 倒是這個賴清德昨天被問到 參選的時候這些人選 他的態度有很明顯的不一樣 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就被問到韓國瑜的時候 他用了很多的形容詞去稱讚他 可是被問到柯文哲的時候 根據自由時報的描述 他是頓了兩秒 然後問現場的其他媒體說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也就是他沒有正面 去回答這件事情 所以對上誰他比較有把握 其實從他這個微妙的反應來說 其實已經看得出來了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民進黨的很多人 對本黨的初選 有很多指手畫腳等等的評論 包括說根本還沒有開始零表 只是有一些人表態要參選 或是有人還沒有表態 就被形容是內戰 可是相對來講 我們已經很明確的公告了 就是現在的初選就是黨員三 然後這個民調期 就是根據既有的黨內規則 去走初選 其實我們的遊戲規則是很明顯的 反而是民進黨現在活生生血淋淋的 上演一個現任者 已經表態有意連任 但是還有其他人去零表 這麼恐怖的劇 所以過去他們對我們初選 很多指手畫腳的評論 如今來看檢視他們自己 其實真的是格外諷刺 不管如何 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 即使是在新台灣國家智庫 這樣子的民調裡面 其實還是超過民進黨 將近10個百分點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的黨公職 會有更多的思考方向 包括剛剛這個 順營姐秀的那一張表 其實真的滿殘酷的 被你們這樣一個一個拿出來點名 不曉得此時此刻 蔡總統是不是也在家裡 翻著一份這個表 在一個一個一個檢視 誰還沒有勾 誰還沒有勾 誰哪一個人 我去幫他服選還沒有勾 其實2018年之後 我相信民進黨很多區域立委 真的是人人自圍 因為鐵桶江山高雄 就這樣20年 被人家就這樣翻過去了 所以對於這些2020 自己要投入選戰的 民進黨區域立委來講 真的是務實考量了 能不能選上自己的選戰怎麼打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們要思考兩件事 第一 如果挺蔡英文太用力 我變成被母雞壓死的小雞 第二是 如果我不挺他 可是糟糕了 他現在雖然不是主席 國家機器還在他手裡 我初選的時候 會不會被人家 空降很多對手來整我 這都是他們要去想的事情 但是對民進黨黨公職來講 我相信這一場初選 他們要思考的 不是到底是蔡上好 還是賴上好 而是拜託 可不可以趕快促成蔡賴沛或是賴蔡沛 趕快塵埃落定 因為初選殺得越激烈 大選越難打 到時候倒楣的 真的是這些民進黨的區域立委 怎麼讓我們看下去 其實對柯文哲 我們大家都不想看下去 他是說要看賴清德 這個家傲我就說 我一個字講他就是壞 兩個字就是卑劣 三個字就是壞透了 所以其實 評論之外來分析一下他的選情 我是認為說剛才大家的分析說 賴 出馬賴牆起來了以後 確實這個對柯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因為在我們綠營 因為柯大部分的支持者 他選票的來源 絕大多數其實是綠色或者淺綠 或者中間偏綠 所以在當有一個牆試得出來的時候 會棄科保這個牆的 但是到底誰是牆的 應該很樂見這件事情 不是 誰是牆的 因賴誰是牆的 其實還沒有一個定論 你覺得關鍵會是什麼 你覺得因賴誰會比較強的 關鍵會是什麼 因為不能只是看現在的民調 不過我倒是滿感慨 像剛才玉敏 大謙 連初出茅座的孟凱 現在都是民進黨專家 我也自己 你要趕快舉證一下 秀琳 我剛剛敢坐上 我們這個台詞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心裡有體悟 人在江湖總是要還的 今天他們這樣削減 約於我們民進黨 我之前說實在話 我也削減 也恭喜了國民黨那麼多 所以早晚要還的 我今天被他定在這邊 約於這也是對的 我是應該還的 只是我是說 只是我是說這個為什麼 政黨政治在這次 讓我看到說 其實就是這麼多優點 我們台灣的可愛就是這樣 民主多元 你看 對國民黨的了解 竟然是民進黨像我這樣 對你們深入的了解 我說你們裡面含神最強 你們還很多人在富於顏抗 我們這邊 你們都知道說民進黨怎樣 這個構成之外 你也講中文的心態 對 我們也知道賴心得很強 蔡英文在富於顏抗 我們雙方應該要 適度的交流一下 交換一件 我們的節目就是你們交流的平台 很驚訝你回去讓蔡英文打屁股 組一個藍綠的平台 其實向游新生 剛剛大家講到說 小英 這幾天 尤其出訪南太平洋 會憂心沖沖沖沖 向游新生 你看小英總統從昨天 賴清德宣布以後 他一樣是很和蔼親切 很慈祥的那個笑容 裝出來 這種是裝不來的 這種裝不來的 他繼續搶眼歡笑辦怎麼辦 我想小英總統他心裡面 有一定的這個篤定 有一定的這個篤定 因為民意起起落落 我只能說在蔡英文跟賴清德 兩個都這麼優秀 我認為都比起國民黨 除了你們的韓神以外 他們兩位比你們其他都太優秀 所以我才會一再講 在你們今天言語我們之餘 我再一次跟你們說 貴黨的韓粉們要加油了 不要讓韓國瑜消失掉 把最強的推出來 我們民進黨不擾你們費 我們一個月內 我們一定走完這個初選的程序 在這兩牆當中 一定會有一個出來 而且我們出來這個 我們希望面對的 是國民黨最強的 那就是那一位韓神 不要派那些這個 我不好意思講 三個字 三角貓 世堅園不愧是芙蓉王的命格 不過只簡單補充兩點 第一點 你感覺他又要扶誰了嗎 從過去到現在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好感度 還有民進黨好感度 真的做出來 從以前到現在 我印象中沒有錯的話 一直都是賴清德最高 再來是民進黨 最後才是蔡英文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 賴清德是高過民進黨 蔡英文是低過民進黨 如果說誰出現的話 誰可以拉抬民進黨的立委 誰可以會拉退民進黨的立委 這個可想而知 第二個部分 今天有一個獨家的一個 網路媒體有講是說 因為蔡英文要出訪 所以說民進黨好像演你說 要把這個初選機制 再往後 時程 再往後一個禮拜 當然我不知道說這個媒體 他的獨家消息 是不是有確實可靠 可是我們還是要提醒是說 在這一個部分 民進黨這樣一講是說 4月17 真的不要因人設施 因為最過去 國民黨可能會被批評 就是說有可能什麼制度 會因人設施 到最後我們證實也沒有 就是2013年10月26號 通過的三層黨員投票七層民調 這個就是2013年的版本 沒有因為因人設施 而改變任何的遊戲規則 那也一樣 民進黨的朋友 應該也不要因人設施 這樣子大家才會幸福 那個中東府發言人已經有說了 沒有這回事 你否認這個經文了 對 那是網路遙遠 而且要非常謝謝世界各 不然你又有題材可以言語他 對 國民黨的關心 不過我想國民黨一定會推出一個 最有慎選可能 最強的候選人 但是坦白講 我們可能比較小人一點 我們希望民進黨推出來的是蔡英文 哪怕我們的人夠強 沒關係 他當時也說希望推伍得也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找一個 比蔡英文強的人來做對手 所以說真的 雖然我們幫賴清德說了這麼多話 但是在我內心 我衷心的希望小英 能夠順利的贏得初選 真的 大姐 孟凱 你們要記得這一天 因為從過去 賴清德不管台南市長 或者到他行政院長任內 我沒聽過兩位 對賴清德有什麼正面的評論的 通通沒有 尤其那時候孟凱 我跟他同時上很多節目 賴清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你對他要不就是嚴厲苛責 批評 要不然就是野餘 消遣這樣 對事不對人 因為一起行政院長 但是我對賴清德一直都滿肯定 這是對比市民調的概念 因為現在在比如賴清德 蔡英文 蔡英文 還有問凱 在你研究民進黨這些歷史 跟過去種種作為的這一些之餘 希望你也回頭 多了解你們國民黨 國民黨過去在初選 搞的那些烏龍的才一堆 你先從當初換柱那一段 你先去理解 民進黨從來沒有這樣 民進黨絕對不會幹那種 所以不會重演了 現在國民黨在野了 我這邊提醒 國民黨在野 現在民進黨要小心 這邊提醒一個憲政的問題 憲政的問題 憲政的問題 對 我覺得是一個憲政問題 層次突然要拉高了 也就是說由於民進黨會在 4月17號就定了 你說總統跛腳的問題 對 就是如果4月17號 賴清德出現了代表民進黨 腳足2020年的話 很明顯的就是說 一個這麼有巨大權力的總統 蔡英文就在4月17號 開始就跛腳了 他跛腳的時間會長達一年一個月 會到明年的5月20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旦定了以後 在民進黨內或是政府的機器裡面 基本上來講 就對於蔡英文不會太搭理了 因為大家會看的是未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的話 對於台灣來講的話 會面臨我們在憲政 發展史上的第一次 一個總統的跛腳 這麼早在一年 一個月前就跛腳了 我覺得這個 對於台灣的政治的發展 對於台灣行政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 要考慮的一個地方 有解決的方案嗎 還是這純粹是讓蔡英文 能夠繼續連任的一個 比較好的書 沒有 這是民進黨 他們自己的事情 也是民進黨自己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一旦民進黨做了一個決定 他們推出不管是誰 我們都尊重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要談到的是 一旦定案賴靖德出現的時候 台灣在這段時間內 以行政院院長跟他們的各部會首長 對於蔡英文就不會很搭理 台灣的媒體也就不會太多去關注 一個已經沒有 不可能是後面的繼續成為總統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限制的總統 所以在提醒民進黨 要注意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自己要去決定 台灣的政治應該怎麼走 好 好 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